就領會當然有最新的發展 就是我們在11年前反對 十幾年前 十年前 11年前 04年 10年前 在10年前 我們反對它上市的時候 它們就說是不會用所謂 拆骨煎皮的方法 就是賣它們的資產的 那現在做了 在九年前 這個奴婆婆打官司的時候 香港政府就說 就算賣了一些資產 賤賣給了領會 領會都可能會做到 房屋署應該做到的事 它說房屋署會做的 那現在沒有做到 而最重要最重要的就是 領會現在又申請做這個發展商 就是將領會十分一的資產去做發展商 就是已經是變成了一個 是完全沒有辦法控制的惡魔 那我待會也會進去就罵它的 那我就覺得當年有份贊成它上市的人 今天應該出來做些事 是不是 我是反對的 那我就希望 這個香港政府是能夠履行它在2005年在終審庭說的事 就是向這個公屋的住戶提供回他們應該提供的服務 包括是小商戶的服務啊 醫生啊那些東西 那以我住的那條村呢 就領會是越來越霸王的 因為我們的走廊全部都現在是在這裡擺賣的了 那就是合法由它去收租賺錢 那我們走路都是非常之困難的 那就是這樣了 好 政府好